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1200五间新闻 我是陈轩如 新闻一开始要带您来关心最新的国际消息 南韩官方在刚刚证实了 俗称是新SARS的中东呼吸症候群病例MERS 出现了第四起的确诊病例 那患者是一名40多岁的女子 目前已经接受隔离治疗 那值得关注的是 她是第三名确诊患者的女儿 那她之前到底有没有跟其他人接触过 卫生单位也正在调查当中 另外要带您来关心在屏东的加勒医院 昨天晚上发生了火警 那院方是紧急疏散了206床的病人 最新处理状况连线记者带您了解 那在南投有一辆救护车护送转诊病患 结果在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 有一辆小轿车是突然冲撞她 最新状况连线给记者 那高雄市卫生局人员突击检查 是逮到有未成年学生穿制服 到超商买香烟 但是业者竟然也赖给他们 最新状况请记者带我们了解 接下来要看到这一段画面 在新竹县竹北市昨天下午两点多 发生了街头斗殴事件 有五六名的年轻男子是持棍棒 唯有一名机车骑士 那骑士也拿安全帽回击 双方呢就在路中央斗殴 那刚好圆明圆景经过 他是赶快下车要把他们给拉开 结果他们竟然理都不理是继续打 而且还有人开车做事要冲撞远警 实在太夸张了 另外要看到在南头有十名不良分子 在一间KTV酒后闹事 那是十几个人打两个人 而且还拿椅子砸人 被害人是头破血流 这新状况连线给记者带我们掌握 好真的是不良示范 警方竟然带头违法 现在是金船由警官包庇地下钱庄 一共有四个人涉案 那最高层级甚至有两线四星的 新北市行大计阵 他们涉嫌是入股地下钱庄 放高利贷诈骗借款人房产 那在六年之内 不法获利是高达上千万元 云林斗六在昨天下午是金船火烧车意外 云亮白色休旅车在路上开到一半 就突然冒烟起火了 那驾驶是赶快紧急停车 但是他才改开后车厢 火势竟然就从车内窜了出来 虽然驾驶是赶快拿灭火器来灭火 但整辆车还是被烧掉了 但是还好 车子上两个人逃得很快 只受到了轻微烫伤 但是车子到底为什么会起火 还要调查 车子突然爆胎 又没有钱换新轮胎 要怎么办呢 正确的做法还是要找电话 打电话来找专业人士帮忙 但是在苗里有一名车主 竟然是动了歪脑筋 他看到路旁有同款的车子 就趁四下无人 竟然是用千斤顶 还有扳手偷偷换走轮胎 好真的是酒后失态 在台中有一名31岁的肖信男子 他到知名酒店消费 他喝醉了 就跟别人发生冲突 头部被打伤 那远警到现场之后 本来是要帮忙处理的 但是这个肖信男子 却突然对远警大骂三字经 而且还出拳殴打对方 最后是被移送法班 台中市警方先前到酒店执行领检 而且还带了两只拉布拉多弃毒犬 但是因为这两只狗警察太可爱了 让现场很多酒店小姐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详细状况连线给记者 台北市东区有一间知名服饰店 在昨天晚上10点突然是被40名黑衣人包围砸店 而且还投植了信号弹 那店家说是因为借贷纠纷 那警方最后是寻线逮到了其中14名嫌犯 最新状况请记者带我们了解 在新北市新庄一家银楼有窃贼 是抢了7万5的金项链 然后骑机车曹毅 那他在曹毅的过程当中呢 嫌犯是还6度换车而且变装 企图来躲避警方的茶器 那警方最后是循着安全帽上面的DNA指纹 终于把他带到了 桃园有一名妇人小孩生病送医 但是他等不到健保病房 他看到别人花钱自费就有病房 他觉得很不高兴 就竟然呢就把气出在医护人员身上 而且还动手打人 这么嚣张的态度连远警都看不下去 再来要看到在大陆广东有一名男童 因为太调皮了 趁爸妈没有注意就自己跑到附近玩 那他看到两个房子中间的缝隙就钻了进去 但没有想到最后是卡在中间 那最后消防人员是侧身进入帮忙 才终于把他救出来 镜头转向国际要来看到惊险的场面 俄罗斯有名骑士骑单车上路 他本来是身手示意 打算要往右靠 但没有想到呢 突然有一辆油罐车从右方切进来 单车骑士是当场被撞飞 再来要看到这实在太尴尬了 这一名俄国辣妹身穿短裙骑单车 但是裙摆勾到旁边的栅栏 短裙是当场被扯破 更糗的是现在这一段画面被po上网 再来要看到美国的俄亥俄州 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发生了惊人的帮派枪战 那附近监视器录下整个火拼过程 其中有一名男子居然还边开枪边讲电话 夸张的行为也引发了当地警方高度关注 连日的暴雨是让香港机场航班大乱 其中日本连航香草航空的一架航班 就因为天气问题延误了至少24个小时 那总共有170多名旅客滞留在机场通宵苦等 有乘客就不满航空公司的安排 最后是包围登机柜台来抗议 在大陆湖南是举办了一场惊险的挑战比赛 来自世界各地的竞速好手 骑着脚踏车从天梯冲下来 那第一名是以29.94秒冲完了将近1000个阶梯 大家看了真的会捏把冷汗 访问后带您关心 北市府跟远雄在达成协议 现在确定东侧西侧等大底工程全部都要复工 新北市违剑多达17件被外界形容成天空之城 那新北市府要赶在月底前强制拆除 更多新闻内容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我是陈宣如 要带您来关心政坛消息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是目前呢 是通过了国民党总统初选的第一阶段 接下来就要进行第二阶段的民调 但现在是传出他向四大天王呛杀 如果被戳掉的话他就会找他们算账 但是今天他也郑重澄清 绝对没有这件事 北市府跟远雄再度达成协议 是现在确定了东侧西侧等大底工程要全部复工 而且远雄也说他们在7月底前就会完成 不过有可能因为昨天晚上协商会议开太晚了 虽然已经拍案复工 但今天一大早大巨蛋还是没有动静 台北市政府顾问洪志坤泄密的案件 让市长柯文哲前一天是被议员轮番炮轰 不过柯文哲是一改先前火速处理的个性 他这一次没有马上裁决 他只是说要等到阵风处报告出炉再说 变得相当保守 再来要看到在新北市的围剑就多达了17件 也被外界形容成天空之城 原因就是在两栋建筑物中间可以搭出了围剑 那有的是楼梯有的还可以住人 骑行惯状是令人难以想象 那新北市政府也赶在月底之前要强制拆除 否则附近的居民恐怕是对安全有一定的隐忧 行政院在昨天审查长照保险法草案 那经过卫福部精算结果是敲定 民众必须要支付三成保费 企业雇主六成 政府负担三成 但是这样的结果一出炉 不但企业主反弹是说负担太大了 就连一般民众也觉得说 从出生就要缴费 要一直到老才用得到 大家就很担心 如果之后长照法垮掉了 那这些钱不就白缴了 另外要来看到 钓虾场遇到钓虾高手 竟然会出现不一样的收费标准 在台中有一名男子 是可以在两个钟头内钓起75尾虾子 所以等于是平均钓一尾只要1.6分钟 那他先前去钓虾场消费 店家却跟他说只能钓一个小时 等于是变相拒绝他去消费 不过业者也喊冤 他们强调虾子成本很高 生意真的不好做 好真的是太厉害了 不过全台湾呢 其实就至少有500个钓虾场 那光一年就有50亿的商机 所以钓虾社团的成员 也少说10万人起跳 不过民众就说了 相对在钓虾的过程当中 很容易就会出现互相干扰的NG行为 那大家最讨厌的就是吊线打结 娱乐焦点来看到艺人纳豆主持节目是很搞笑 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拉面控 那他曾经花了一年把台北所有拉面店都吃过了 而且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开拉面店 甚至还拜师学艺 那蔡依林巡回演唱会连四天 在台北小巨蛋开唱 那昨天晚上是最后一场 他也请来特别嘉宾 是安市奈美会 两个天后就一起在台上同台标格 不知道大家有印象吗 在电影神偷奶爸里头 当中超萌的配角小小兵 现在是红到要推出专属电影 而且预告当中 他们还要偷英国女王的皇冠 非常的搞笑 但是你有发现吗 这么夯的小小兵讲的其实是外来语 所以根本就没有台词 而最近在韩国非常火红的卡通豆豆虫 也一样只有配乐没有对白 广告后带您关心 连日大雨南横公路从礼拜天开始 有很多地方都有落实 也造成部分道路中断 没雨过后市场的果菜类平均涨了一到两成 民众抱怨比平常要多花20元以上 那摊商也说受到大雨影响 涨价也是无可奈何 更多新闻内容稍后回来 韩云回来要带您来看到 因为连日大雨 现在南横公路是从礼拜天开始 有很多地方都出现有落实 而且有部分的道路也中断了 那目前在台东段经过了抢修 是勉强可以通行到向阳路段 另外还有一辆工程车 是因为停在膝床 它来不及开走就整个被洪水淹没 礼拜二市场开市 但是有很多家庭主妇是到市场来囤货 结果没有想到每雨过后市场的果菜类平均涨了一到两成 那尤其是民众最常吃的绿色蔬菜涨最多 民众就抱怨了要比平常还要多花20元以上才买得到 连日的大雨天气湿搭搭的 那嘉义地方法院外的草坪竟然是养出了好几朵拳头大的菌菇 那原来呢这是一种真菌类生物叫做马箔菌 但是专家就说了这个有毒哦 所以千万不能吃 再来要看到这个画面 在台中市有一辆敞篷跑车是停在路边 但是驾驶却穿着雨衣而且戴安全帽 是冒着大雨来开车 那路过的民众是觉得很好笑 就把画面拍起来po上网了 所以呢网友也调侃难道是在炫富吗 轻松一下要来看到很多人出国的时候 就会怕耽误到搭机时间 就会提早到机场 那到机场之后呢除了是可以逛免税店 其实桃园机场还提供了八个免费补免的充电站 那不管是躺椅或者是边按摩边看书或边看电影都可以 甚至还在今年一月打造了淋浴间 可以书节旅游疲劳 好机场看起来好像变舒适了 那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 日元是一路狂扁 几乎一元台币可以换到四元日元 但是要怎么换比较划算呢 就有旅游作家分享了他的换汇攻略 比如说是用网路结汇功能会比零贵换汇更划算 而且呢他不建议到机场换汇 因为不但换出来的价格不漂亮 而且还要被多收一笔手续费 广告后带您关心 台北市东区巷弄一间服饰店 昨天晚上被上百名黑衣人包围杂电 而且还投掷信号弹 场面相当恐怖 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宣布参选总统 为了要突破30万份联署门槛 他开放了网路联署 更多新闻内容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